民進黨遇到爭議就會寒危 看到張敦涵上了節目 就開始在對朝野批評 我們看李彥秀就講說 你是張敦涵已經把自己當成了總統嗎 已經可以肆無忌憚 公開對朝野政黨指指點點 嚴重破壞了憲政體制 愉悅公務奮祭 你這個上節目 難道是在執行賴清德的意志嗎 那蔡政源也提到 他說其實國民黨應該要更兇一點 就是槍對槍 炮對炮 民進黨的確 就是張敦涵講說 莫忘事上苦人多 在酸這個藍白 在黨預算這個事情 他就回酸了 他說沒錯 就是你們民進黨 從2016年執政之後 台灣的苦人的確一天比一天多 而且說國民黨修理民進黨 不要太客氣 那現在已經不是馬英九的時代了 所以他們現在改推韓維拉 以前是馬維拉 現在所有狀況通通都是扯到韓國瑜 反正和解犯還沒有上桌 他們就先甩鍋 佐龍泰要不要先問問看賴清德 你是真的想要推動朝野和解嗎 還是先這樣子 又一堆這個鍋甩到韓國瑜身上 那我們看看現在和解犯 很多藍尾說真的是吞不下去 因為他們被等於說拱著韓國瑜 上這個和解犯的餐桌 那你這個事情難道 你不應該去檢討你自己的預算 有沒有編列的問題嗎 反倒是說你韓國瑜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責任來把這個事情和解化解 真的是很奇怪 本不倒置了啦 那再來看看這個朝野現在的對立感 因為民進黨要發動大罷免嘛 大罷免當中他們的名單裡面 包含了像巧欣 紅衛委員 那國民黨也已經醞釀了 也有獵殺20位這個民進黨立委的名單 作為反制 一旦他們發動這個大罷免的話 國民黨也會出招來回擊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許智傑有提到 他說大概是鎖定兩個類型 有一份名單是輸贏3%以內的欄尾 大概有7位 另外呢就是撒喀都當中 顯勝的欄尾總加起來大概有10位 是有機會會被罷免的 所以像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巧欣 紅衛 加上我們今天來賓員之歌 通通都是在這個獵殺名單之內 那的確他們現在動作已經開始了 就連這個李彥秀 他其實得票率非常的高的 那雖然是在撒喀都的這個情況之下 但是他在這個內湖的民意基礎也蠻高的 但沒想到這個我們的資深媒體人黃陽明 陽明哥他也在主屋處說收到了信箱說 要來罷免李彥秀已經有這種賴群組 青鳥真的是飛出來了呀 那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局 你看很奇怪 他一方面賴清德好像主戰 但是卓榮太組合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局勢 是兩手策略嗎 那總預算卡關在於賴清德 不肯面對少數總統跟少數國會的一個事實 一味蠻幹 還沒有上任就下令綠尾反手圍攻 擋不住國會改革就號召青鳥威脅 那現在目前一些什麼人事案又要製造朝野衝突 所以感覺上面他就只是不斷在拋出火柴 在汽油桶上點火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先問一下旺哲 看到張對話人平民出來受訪 雖然還上節目 坦白講我就會透露出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叫做賴清德可能覺得民進黨立委無能 所以我才需要我自己能夠下指導席的這個人 直接出來講 我不需要再透過立法委員 因為看出來民進黨立委可能 他覺得他戰力不符合賴清德心裡想要的戰力 那一般來說 立委應該也有他的子弟兵 可是看得出來 這一陣子好像這些子弟兵都很低調 都沒有出來捍衛賴清德總統的意志 所以你看得出來為什麼這時候 張多元要出來講這些東西 就是代表他講的是賴清德想要講的話 那某方面也呈現出 他可能覺得 賴清德可能覺得你們這些立委 真的是沒有戰力 連到都不到期 那你更別說你要去上節目跟人家要戰 或是說你要跟人家爭辯 看不下去 所以才派張突然出來講這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味道在 那這個民進黨立委應該要皮繃緊一點 如果賴清德有這個動作之後 接下來很可能 下次會不會再派你繼續選下去 或是你這些不分區立委會不會繼續提名你 內部洗禮就來了 對 沒錯 你們這些人要提高警覺了 這個問題是在這裡 然後再談到這個罷免的問題 坦白講我覺得現在 民進黨現在的態勢很明顯 他要找第二個羅庭偉 為什麼要找第二個羅庭偉 搞內部分裂 先戳你們 看哪一個人會被我民進黨發動的罷免嚇到 嚇到之後 如果你再做接下來又不投票的動作 或是說怎麼樣的動作之後 這個人就可以變單點突破的對象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在找這個對象 因為他看到羅庭偉這樣的反應之後 他想著 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的國民黨立委 也有同樣的反應 所以我就不斷出招去嚇你們 包括像李燕秀 包括什麼等等 我都出招嚇你們 當然我知道燕秀姐不會被嚇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被嚇到 不一定 這個很難講 但是在羅庭偉這個事情 事發經驗 我也不知道羅庭偉會會這樣子 顯然是地方上可能會有一些 塑造這種氣氛跟壓力 民進黨現在遭出一個樣子 所以我就先嚇你們 各個有可能被罷免立委 我先嚇一輪看看 如果看接下來誰表決 或是誰在政治上的反應 有其他的動作的話 我就來做一些單點突破的對象 其實有這個氛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還是要 把心頭抓好 抓定 就是說你今天既然已經選擇政治這條路 黨團怎麼做 團進團出 大家要嘛就一起團滅 要嘛就一起往前衝 沒有其他退路 就是這樣子 現在看起來 藍綠看起來就是要塑造一個 非常對立的氛圍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也 列出了20個立委獵殺民 當然這個東西是真是假不知道 也沒有看到真的有立委出來講這件事情 待會兒雲姿在這邊可以問他一下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或許只是助理放出來的消息 助理 或是記者自己可能 觀察到這個範圍寫的 不知道 那再看情況嗎 好 來請教晃哥 剛剛旺澤講說這種下一圈的這種策略 我是覺得要看這個賴清德 他到底是完真還是完假的 因為再宣 我覺得這個三黨不過半的這樣的僵局 其實我對袁志雄不是針對他個人 就對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在立法院是過半的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藍白在立法院過半 對我們國家是正面還是負面 到底經過這半年來 一個會期結束之後 你到底獲得什麼 就是每天吵吵鬧鬧 然後抗爭 然後什麼視線 然後什麼表決 什麼清鳥什麼的 就我一個評論員的角度看起來 我不曉得到底拿到什麼東西 但是第一個會期過 現在是第二個會期 第二個會期 國民黨跟民眾黨 你們到底要幹嘛 就是你們一開始 第一天你們就把總預算卡住了 你們到底要卡什麼 然後明天說要吃火鍋 也沒找我 你們去吃火鍋 你們到底要幹嘛 是氣這個是不是 你也沒有 你也沒在吃 對啊 袁志雄 不然袁志雄你請我們去吃 我們三個去吃 那我是什麼意思 就忽略我了 看在剛剛好的份上 我們找翟宣去好了 剛剛有貢獻 對 蹭到一層 我不曉得這到底 到底大家在吵什麼 所以翟宣 我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你國民黨 我是不談民眾黨 民眾黨現在很可憐 就是國民黨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如果打定主意 好像跟翁翁澤講說 我就是要跟這個民進黨 我這四年 剩下三年多 每一個會期 我都在立法院 我就跟賴清德跟周翁太 我就跟他幹到底的 那我很樂意支持國民黨 但是你不要到時候 火鍋吃完了 你沒有和解的 那我又變豬八戒了 那可不行 你要幹 你要從頭幹到底 你所有的法案 包括袁志雄也很清楚的 NCC的 大法官的 我通通不讓你過 你去給我換人 換到我覺得OK的人來 不然我絕對不讓你過 這樣子才是真正的你的 不然你在幹嘛 我就cue我自己 我剛剛講的台電那個 我請問大家 上個會期國營事業的預算 台電的預算過了沒 過了 誰過的 不是你們國民黨過的 難道是我過的嗎 還是望著你把它通過的 跟我們兩個都 不管是你們國民黨 你們台電怎麼樣 台電的預算還是過的 對不對 我每次都在節目中問大家 到底國民黨 哪個立委跟台電拿錢 哪個立委跟中油拿錢 你們自己弄基金會 去跟台電中油拿錢 然後又脅迫人家說 你要給我的基金會補助 不然我就在委員會召你 你這種爛招這種奧波 在立法院搞了幾十年 對不對 你以為台電中油 都是塑膠做的嗎 他們就投你所好 你們有幫我們把關嗎 沒有 所以觀眾朋友 為什麼我們支持國民黨 聽不懂就是這樣 你每次都講一套做一套 對不對 我們就看這個會期 有NCC的人士同學 也有大把關的這個 我就看你國民黨過或不過 四個NCC委員 七個大把關 我看你國民黨能夠攔下幾個 我才知道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還有翟軒 我剛剛特別提到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就卡 我看你卡多久 好不好 旺子 我們一起幫國民黨加油 幫元師兄加油 不然我們就罷免月元師 加油 不是啊 你們到底是卡真的還是卡假的 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每次支持國民黨的人 都是中途被丟包的 對不對 加油加油 他們說你們和解的 你們喝咖啡的 你們吃火鍋了 你們預算過了 會期結束了 我們回去過年了 轉彎轉太快 對啊 轉彎都沒有通知的 說轉彎就轉彎 我們就變成豬八戒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好 我給大家看 這個有多好笑 這個是我們清德兄 警消遭 退伍的替代役去受訓 我跟各位講 這個受訓不是強制的 警政署跟消防署通知你 所以有人以為是詐騙電話 你可以不要去 結果你看有道訓率 只有四成 只有四成的一個 縣市的消防局 桃園的 他道訓率就四成 表示什麼 他通知一百個 只有四十個人去受訓 然後還要發錢 一天七百塊 一天發七百塊的日薪 這到底在搞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賴清德 信賴台灣 他就叫你退伍的替代役 也要去受訓 你可以去 也可以不要去 又沒有強制力 那個一個課程兩天 我請問大家 兩天能學什麼 那不如我去參加黑熊學院好了 那兩天能學什麼 是叫招還是點招 什麼都不是 是把替代役叫回來 有警政署跟消防署 我也比較抱歉 警政署 消防署我都跑過 那這能訓練什麼 包紮 急救 CPR 我都不知道那兩天能幹嘛 這是鬼打架 好不好 我這袁之兄就交給你了 拜託你硬起來 好 不然我們就罷免你 好不好 我父輩受敵 來… 叫你硬起來你就腹背受敵 不是 那你轉下去好了 轉下去 沒有 我一直是說 大家都要罷免我 來 都要罷免你 加油 因為明天如果沒有放假的話 沒有放假的話 我們明天早上就有院會 院會因為總預算案 在這個禮拜二的程序委員會 有排到院會去討論 早上就要處理那個總預算案 晚上韓國瑜要跟佐龍泰 還有三黨的黨團幹部要吃火鍋 對 然後你請我們三個吃火鍋 好 沒問題 沒錯 我們約一下看是哪一街在旁邊 順便看他們吃的狀況 比較猜錯 我們再開直播 開直播 所以我先猜一下 我覺得明天早上的院會 應該是不會有結果 可能的狀況應該就是說 他在報告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會有意見 不希望他復委 然後韓院長應該會召集大家協商 應該會進入到協商程序 關鍵就是看韓院長晚上的 跟大家吃火鍋 會不會有個結果出來 但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佐龍泰他們 找韓院長出來去協調這個事情 是甩鍋韓院長 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我是覺得他們是沒有 是不懷好意 因為理論上 要解決總預算案這個問題 很容易 超級容易的 真的 怎麼進去 因為他只要把那個預算 他撤回補進來就好了 重編 重編 其實現在他不是全部重編 重編就是認錯的 不是全部重編 就順你們一重編就認錯的 我是說解決方式很簡單 但他不願意 因為他就像慧恩哥講 他不想認錯 然後他想要跟你對幹 因為賴清德現在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不能夠妥協 即便是我們錯 我們也要奧到底 然後如果說 那你們也不能妥協 對 我知道 你說真的 對 這有慕容 王子 你作證 我作證 壓力給到了 因為那個 比如說我就舉一個原住民的 禁法補償條 你這個是最佔得住腳的 因為這個是上個會期的法案 三讀通過的法案 三讀通過的法案 你要依法編列預算 你不能夠送進來一個違法預算 如果說我們通過的話 那你就是公然違法了 其實很簡單 那他不這樣做 他就是要讓韓國瑜 來 這裡 有錯 歸 一分之道